突然搞大食會這麼浪費錢 幹什麼? 大家街坊聯合感情而已 是誰?我說想賄賂我們 讓黃太太有什麼事 都得個人照應一下 是呀 但你有心情猶豫 那這頓抵請了 抵請, 隨便別客氣… 放客氣… 朱老大, 上次真是多虧你報警 否則我太太真麻煩 不用這麼客氣, 大家隔壁屋 當然有時候你幫幫我, 我幫幫你 是, 要多謝你 林先生, 話說回來 上次只有你見義勇為 最盡辦法拖著兩條小妃 否則打電話報警來也要睡覺 什麼話?小意思而已 林先生, 你太太不見了很久了 她回到大陸醫病 這麼久還沒下來? 沒有, 她病比較麻煩 不要緊吧? 不要緊 我又去倒點飲品, 隨便吧 隨便… 如果是你, 請我, 請我 她說醫病, 醫了這麼久 你會不會有間人心呢? 肯定是走了, 老婆 林老師, 怎麼不去坐? 沒有, 看你煮菜, 想喝幾道 不要了, 很煙的 你還是回去坐吧 你不怕, 我進廚房的 已經習慣了 對了, 忘記了你老婆走了 是呀, 老婆也回到大陸醫病 怎麼會? 沒事吧, 林老師, 你真是黃的 是呀, 黃先生 MTV很好看吧? 好 好 真是不好意思,只有我倫敬 不要緊,是我倫敬日子,謝謝你 黃太太做過牛扒這麼久 我用去看你怎麼好吃 我知道,太太,怎麼不出去坐 這裡有煙 我會的 老婆 什麼? 牛扒怎麼好吃? 不辣為情報,香不香? 香… 林先生,你的手弄傷了嗎? 被油彈傷了 沒事吧? 沒事 林先生,你在學校教書挺悶的 有時候挺悶的,因為假期多 不過最重要是學生聽話就行了 這件事是真的 對了,林先生,你在學校教哪科? 我教數學的 不過現在的學生都沒心機學 因為有些程度和計算機幫助 不是呀,林老師 我覺得中國人發明的豬扒挺好的 我以前也學過的 不過可能我笨了,不需要學識 是呀,你笨 黃太太,你有興趣學豬扒嗎? 我教豬扒的 真的嗎? 這樣就對了 林先生,你有空就過來教我 帶大豬扒或他去請教你 你知道我一個人回工 一個人家很悶的 沒問題 黃太太,其實如果你平時覺得悶 就過來找我聊聊天 好,知道,太太 不過我自己也想學多點東西,是嗎? 是嗎?你說是嗎? 不用了,有空,我替你諸詮 好 不用了,林先生 不用了 幫我拿點碟來吧 焦了,焦了 老婆,我找不到人去調肩 我一收工就更快回來了 小小姐,你怎麼這麼可憐啊? 怎麼人理你?我養你吧 這麼可憐啊? 好吧,快點給你吃吃吧 好,站著,不要走啊 你幹什麼?問什麼?來吧 來這邊吃飯吧 乖乖的 來,吃吧 乖乖的,先不要動,我開門 我先看看 你好… 今天不用上班嗎? 姐姐身體不舒服,不慌 我們打牌吧 打牌 你引起了小狗嗎?挺有趣 對,剛才她站在門口 很可憐,慢慢看著我 我就把她放進來 有趣嗎? 有趣 叫什麼名字?改名字 你別過去吧 神經病 這隻狗是關山關太子的 走吧,壞狗 怎麼樣?掩它吧,燕 二姐,你幫我掩上去 走吧,走吧,走吧 壞狗,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林老師,你幫我拿走它 又不肯走 小狗,這隻不是關山的狗嗎? 這隻狗就是這隻 小狗,你不用怕 我收養它就行了 收養它? 林先生,你不是嗎?這隻是兇狗 養它? 她的主人已經死了 關她什麼事才行? 你們別這麼迷信 行了,我收養它就行了 小狗,你很乖 你不用怕,我收養你 我收養你 你們看,這個林先生有點黏 說明兇狗,真是拿進去 不如這樣吧,我們勸林老師 勸什麼?你勸勸他吧 去打牌吧,逛街吧 也好,走吧,逛街 黃太 林老師 進來吧 什麼事? 黃太郎 黃太郎 林老師,我想你還是不要養這隻狗了 畢竟是邪惡,不可順其有 你也知道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也是的 你知道,這個狗很可憐,沒人養它 他當然是掛著它的主人才回來找它 其實它比很多人還有人性 小狗,拿來吧 雷老師,你平常真的有愛心 哪有呢?黃太太請坐 好 對了,黃太太 最近你和李先生怎麼樣? 沒什麼事了吧? 沒什麼了,你有心 其實做夫妻的事 至少大家遷就什麼事都沒有 那隻小狗這麼喜歡嗅東西 來你這裡不停嗅你的臟底 在我那邊不停嗅我的梳化底 真有趣,你小狗 小狗 乖,別嗅 其實我真的搞不定它 待會我要送給朋友才行 小狗,別送你 林老師,你為什麼把臟底封了? 用來整個櫃可以多裝一些東西 你怎麼搞不定? 這樣的話,如果弄廚櫃要很多錢 為了省錢就封掉它 不過看來手工做得不錯 做得多少錢? 很便宜的 黃太太,出來喝杯茶吧 好,謝謝 夠了… 不用這麼說 林老師,究竟多少錢? 很便宜的 每天都要錢的 每天都猜不到,幾百元而已 幾百元?手工錢也不止 我自己買料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是呀 我以為你教書可以,這些你也會 我老公說什麼都不懂 對了,黃太太 你上次不是說想學豬算嗎? 我找雲的房子也找不到一個算盤出來 下次吧,下次找不到我教你 不要緊,我花了很多時間 最近我不要再來這些時間 我看門 主持人,發授 放工嗎? 是… 什麼? 別怪我多嘴 我覺得你…不要經常顧著賺錢 只能把老婆丟下在家裡才行 你找兩餐就知道了 還笑得下 因著你老婆不甘寂寞 你想說什麼? 那個林先生雖然是讀書人、知識分子 不過他老婆已經走老了 你知道,孤男寡女始終不太好 我都不說太多了 不然你以為我會說你老婆是非 就這樣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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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回來了,老公 是,睡到現在才起床嗎? 睡到現在才起床 買完送回來 現在才撿床? 那買完送回來才撿床也可以吧 那就行了 老婆,你昨晚到現在去哪兒來? 昨晚? 昨晚就在家裡看電視 今天就去買菜 你沒有過林先生那邊嗎? 我 你剛才不聽話說 人家不記得了嘛,怎麼了? 沒事,快點了 但是如果你沒什麼 你也不會過林先生那邊那麼多 不然讓人說閒話 什麼閒話? 我去學豬算了,你叫我去的? 是我叫你去 不過你還是沒什麼 就別過去那邊那麼多 你聽我說就沒有錯了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不相信我嗎? 還是對你自己沒有信心? 我當然不會不相信你 更不會對我自己沒有信心 不過… 什麼? 你是女人,她是男人 如果沒什麼,你們真的別走那麼多 你知道你們不是夫妻 我們才是夫妻嘛,對吧? 你今天幹嘛回來亂說話 什麼?你神經了嗎? 不是,什麼神經 那要不需要我逢三分鐘打電話 跟你在的士上聊天啊 那這件事就… 我心情不知道噢… 是你… 你說原來…